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港股过去4日下跌于600点 跌至了月初低位 短期若缺乏利好消息的提振 横止或要下市50天线水平 腾讯季度业绩公布之后的走势也影响大市表现 隔晚美股窄幅个别发展 投资者仍然在继续权衡 联储局12月加息的可能性 道指收市升27点 报在17758点 标普500指数升3点 报在2081点 纳指跌12点 报5083点 云游期货价格是连跌4天之后有所回稳 纽约汽油升34美线 收报44.21美元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ADR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普遍偏软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2312点 较周二本港收市第89点 港股昨日最多跌387点 刚好是跌至了本月初的22332点附近 收市报在22401点 大跌325点 跌市成交增至821亿元 横指短期若跌穿22332点 下个支持位为50天线的220089点的相关水平 内地方面 今日下午内地将会公布 10月的工业生产以及零售销售数据 今天也是内地的双十一光棍节 网购总成交额有望是再破记录 市场就聚焦内地网购业者的销售表现 可以留意阿里系以及其他的电商股份的相关表现 再来看焦点股份 周大福市发表了引颈 预期截至9月底址的半年盈利 比去年同期减少约4成至5成 主要是因为港澳地区的消费抑郁疲弱 令营业额下跌 光大国际就公布了考虑将绿色环保业务分拆 在主板独立上市留意今日的股价表现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 黄凌杰先生来为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哈喽Ryan 你好 哈喽Kate你好 大家好 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A股方面 那内地的这个通胀数据是欠佳的 那市场也是有少许的担心这个通缩的风险 所以就预期年底前可能会有一次降准备金率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明年可能还会降准4次 那虽然通胀数据还是低于大家的这样一个预期的 但是近期的房地产销售是有所好转 市场的流动性呢也是属于比较充裕的 所以呢大家也是预料第四季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个起稳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Ryan你怎么看A股的后市表现呢 我觉得A股呢现在连续上涨了四五天左右 来到这个三千两百三千六百点那个水平呢 其实应该会在这个位置盘着一两天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呢下跌的风险呢 几乎呢暂时在市场上的消息呢 其实都没有太太差的 所以我觉得呢他要进一步反弹到那个三千八百五十点的那个准利位 我还是看到A股的走势的第二场 嗯那看来A股之后的反弹可能还是比较有动力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同样也是受到内地数据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也是拖累港股是连跌了四日 那么也就担心内地的这个通缩风险呢会再一次的显现 所以港股呢是昨天回吐了三百二十五点 那么投资界呢就认为啊 虽然内地经济是面临一定的这样一个通缩压力的 但是市场的气氛呢仍然是属于审慎而比较乐观的 那再加上预期中央会扩大宽松货币政策 大宽短期呢就预料可能会稳守在两万两千点的这样一个关口之上 所以Ran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我觉得港股方面呢 就是如果A股没有回吐求整的话呢 基本上两万两万两千三百点这个支持位的会也比较大的 因为1月2号的时候刚刚有做过那个底部 然后今天呢也来到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我觉得如果这几天呢如果跌不过两万两千三百的话呢 其实也有机会的反弹到那个两万三千点以上 我不会看太差的这方面也是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位置的水平到底要不要跌破的这个情况 嗯好的感谢Ran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也希望Ran的分析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篮球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五毛 中国移动跌三毛五 建设银行跌三分 工商银行跌四分 中国银行五涨幅 港交所跌六毛 中国人寿跌三毛五 邮邦保险跌四毛 腾讯控股涨三块三 金沙中国涨两毛 长河涨五毛 新鸿基地产涨四毛 九龙仓跌五分 中国海外跌五分 华润距地涨两毛 中海油跌七分 中石油跌八分 中石化跌四分 宽伦能源跌四分 中国神华跌一毛 关注完了股市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顾问公司ISS就建议 电能实业的小股东 来否决长江基建的收购建议 以换取长建提高收购条件 电能实业就响应表示 ISS采用同电能独立财务顾问 不同的基准计算来换股比率 电能的董事会 以及独立董事委员会都认为 每1.066股的常见换起一股的 电能实业是公平而且合理 有关换股比例 已经考虑到相关公司的资产基础 包括电能当时的现金状况 而对于ISS提出 在收购交易完成前 派发每股7.5元的特别股息 电能就表示 派发特别股息的先决条件 是必须获得电能少数股东的批准 而事实上 派发特别股息是否获得批准 现在还不能确定 电能实业股东将于本月的24日 就收购进行投票 交易必须得到最少75%投票的 少数股东的同意 同时反对的少数股东 少于总数的10% 收购交易才能够得到通过 阿里巴巴日前就透过了官方微博 来发表消息 表示总理李克强的办公室 下午就致电了主席马云 由工作人员转达了李克强 对双11的祝贺以及问候 对双11的创举同取得的成绩 是表示了祝贺以及鼓励 并且向所有的电商 同网购的消费者 是表示了问候 李克强今年3月就提出了互联网家 明确表示要制定互联网家的行动计划 来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促进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引导互联网企业来拓展国际市场 双11值每年的11月11日 又被称为光棍节 从09年开始 由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首创 而今年双11的主题是 全球的狂欢节 拥有众多内地知名食品品牌的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1月10日更新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招股书资料 当中达利食品此次的IPO最多将会募集104亿港元 尤其是引文注目 因为达利食品如此大的募资金额 几乎是两倍于刚刚于本周上市的中金公司的IPO的募资金额 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就注意到 达利食品的实际控制人为许世辉以及其家族 该家族拥有达利食品的市值将会最多达到715.86亿港元 许世辉家族因为IPO而曝光的财富 将大幅度的提升自己在排好富行榜上的排名 而按照计划 达利食品股份将在11月20日 于香港联交所挂牌进行上市 股票的代码为03799 美国过一名人士的资料被盗窃案 美国当局就检控了三人 指他们以黑客手段来攻击了12间的金融和新闻机构 两名以色列以及一名与俄罗斯有联系的美国人 被美国检查当局是指控从事计算机黑客行为和证券诈骗 起诉书指他们透过黑客行为 窃取了超过一亿名人士的个人资料以及相关信息 其中在去年的6月至8月窃取了8300万个摩根大通客户的记录 而其余人士的资料是在2012年至去年的夏天 透过网络攻击其他的金融服务公司和金融报章 包括复达基金 华尔街日报和新闻集团取得 部分人同时被控自07年开始就应于至少12间非法网上赌场 以及涉嫌操控股市从中获取了数亿美元 摩根大通的发言人就证实 摩通是今次事件的受害金融机构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